王毅表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坚定站在团结合作一边 站在时代潮流一边 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一边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热点问题的斡旋者 王毅强调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一个中国原则 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公式 中国愿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情境 都必将被历史车伦碾碎 王毅说 中国正在全面贯彻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着力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所追求的道路 是和平发展 而不是掠夺殖民 是合作共赢 而不是零和博弈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不是节责而渝 我们将继续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 提供中国智慧 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做出中国贡献 这就是一条级事 我将继续为破解人类文明新形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